兩天前剛剛成立的 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 於1月23日凌晨發布第一號通告 通告要求 自2020年1月23日10時起 武漢市全市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 無特殊原因 市民不要離開武漢 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 恢復時間另行通告 武漢市封城的消息一出 立即引發大陸網友關注 不少人認為新年返鄉朝早已開始 現在宣布封城為時已晚 攜帶病毒者恐怕已經散播到全國各地 武漢鐵路的官微通告稱 僅1月22日一天武漢的三個火車站 就向全國各地發送了近30萬旅客 根據中共官方提供的數據 截至1月23日凌晨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 已經擴散至全國26個省市 確診人數達550人 除了中國大陸 在過去一週內 日本、臺灣、韓國、泰國和美國 也相繼確診了武漢肺炎感染病例 許多國家已經對與武漢有航班往來的機場 實施了體溫監控措施 防範武漢肺炎入境 臺灣已設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總統蔡英文週三指示 暫時停止武漢旅遊團來臺 同時呼籲中共及世界衛生組織 不要讓政治考量超越人民保障 公開疫情與臺灣充分共享疫情資訊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